足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以色列的恐怖片 大坏狼 影片一开场 三个孩子正在玩捉迷藏的游戏 一个小萝莉藏在了柜子里 另一个女孩呢 她钻在了水泥管子里 当其中两个孩子去找小萝莉的时候 发现小萝莉已经不见了 转场之后 警察龙套叔和希丽哥 带着两个捕获仔 把犯罪嫌疑人眼镜哥 拖进了一幢废弃的大楼 由于这眼镜哥死不承认的 搞得警方非常的被动 希丽哥说你究竟把小萝莉藏哪呢 眼镜哥一脸的无辜 说我可是人民教师 辛勤的园丁 怎么可能残害祖国的花朵呢 你们可不能冤枉我 希丽哥一看这 孙子是茅房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于是便让两个蛊惑仔 开始对眼镜哥刑循逼供 龙套叔说不能这么干 局长只是让咱监视他 你要是把他打坏了 万一不是他干的 咱怎么向上去交代 希丽哥说我的判断绝对不会错 绑架小萝莉的肯定就是这个货 希丽哥说着拿着一本电话簿来到了眼镜哥的面前 说孙子我再给你压最后一次机会 眼镜哥说大哥咱们别在这闲扯淡了 这事真的不是我干的 这希丽哥也是一急脾气 一看眼镜哥这么顽固算是彻底hold不住了 上去乒乓两下就把眼镜哥揍得不会说话 而这一幕刚好被一倒霉孩子看到 并且还用手机拍个视频 这个时候龙套叔接到了局长光泽叔的电话 龙套叔说希丽哥正在对眼镜哥刑讯逼供 你也知道他那驴脾气 我是怎么劝都没用的 光泽叔在电话那边一听就是火猫三丈 说现在证据不足赶快把眼镜哥给我放 随后龙套叔开车把眼镜哥送到家门口 说哥们我知道你现在很疼 但人生就是这样 不经历疼痛怎么长记性呢 我们这也是公事公办 你回去之后不要胡说八道 不然就让你好看 眼镜哥说你放心大哥 这事打死我也不说 转过天局长光泽叔把希丽哥叫到了办公室 说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一时冲动 很有可能要了小萝莉的命呢 咱丑话可说到头里了 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 我就把你踢到交警大队 以后你的主要任务 也只能是处理处理交通事故 扶老太太过过马路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 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响了 一个浑厚的男中阴呢 从话筒里传了出来 说你们一直找到那个小萝莉 我知道在什么地方 警方根据男中阴提供的地址 来到了一片树林 发现小萝莉不仅已经被杀 而且头也没有了 局长光泽叔跟希丽哥说 现在马上给我滚蛋 明天去交警大队报道 再也不要在我眼前出现 就在这个时候 小萝莉的爹地毛淡叔 开着车赶刀 光淡叔一看说 一定要把他拦住 绝不能让他看到这一幕 看着一脸痛苦的毛淡叔 希丽哥发誓要把这案子 查个水流数数 转场之后 眼镜哥正在给学生们考试的时候 突然发现有人传纸条 眼镜哥打开纸条一看呢 发现是猥琐大叔 诱管小萝莉的画面 不仅如此 同学们的考试卷上 都在骂他是练童癖枪下半 校长说你的事 社会上都传遍 虽然我相信不是你干的 但现在家长们情绪非常激动 我也很难办 被停职的眼镜哥 推着自行车往家走的时候 被等候多时的希丽哥盯上 希丽哥正在跟踪眼镜哥的时候 突然接到了他前妻的电话 由于希丽哥给女儿 送了一部手机当生日礼物 因此被前妻数了一顿 希丽哥说 现在满大街都是变态狂 买个手机比什么都强 前妻说你千万可别忘了 周三去学校接孩子 可跟踪眼镜哥了 不止希丽哥一个人 她女儿被害之后 这毛淡叔跟希丽哥一样 都坚定的认为是眼镜哥干 可由于证据不足 警察一直拿眼镜哥没法办 于是毛淡叔决定自己干 他首先在郊外买下了一幢别墅 房屋中介龙套姐说 你别看这别墅地理位置偏僻 但绝对是搞鸡和炮小蜜的风水往地 毛淡叔说 这地下室的隔音怎么样 这龙套姐也是老四季的 一听就明白怎么回事 说大哥 你开车的花样可真是多 这地下室的隔音 你可以绝对放心 你就是在这引爆炸弹的外边听见 第二天的一早 无夜游民眼镜哥正在遛狗的时候 突然看到希丽哥正在车里睡觉 眼镜哥说 你这属于非法监视 希丽哥说 你别跟我胡扯 我就是法 法就是我 眼镜哥一看这孙子气人太甚 便打算给希丽哥一点教训 于是他便来到了希丽哥女儿 上舞蹈课的学校 决定把希丽哥的女儿给绑票 眼镜哥站在窗外 给他前妻打了一电话 原来眼镜哥的闺女 和希丽哥的女儿是同一天生日 眼镜哥说 今儿是咱闺女的生日 我想跟你们见一面吃个饭 他前妻说 你这个死变态连同屁 以后你甭想再见咱闺女 转场之后 希丽哥来到了光代叔的办公室 光代叔打开电脑说 你瞅瞅 你给我打眼镜哥的视频呢 被人偷拍并且传到了网上 咱警察的名声本来就臭大街了 你这么一弄我 我非常的被捕 现在上面正在给我施压 我看你还是向佛家 希丽哥说 凭我多年刑讯逼供的经验 这事绝对是眼镜哥的孙子干 光代叔说 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想干啥干啥 希丽哥一看光代叔一脸的暧昧 马上就心灵神黑 买下别墅之后 毛代叔亲自动手 把地下室改造成了一个 能够刑讯逼供的密室 这个时候 影片出现了一组交叉蒙台集 毛代叔在改造密室 眼镜哥在给希丽哥的女儿过生日 而希丽哥正在准备武器 打算逼眼镜哥说出 小萝莉的满手之间 第二天的一早 当毛代叔正打算行动的时候 突然发现希丽哥接触先当了 眼镜哥一看大事不好 站起来就跑 接下来是一场激情四射的追逐戏 由于眼镜哥慌不择路 最终被希丽哥给堵住了 毛代叔一看希丽哥 把自己的计划给打乱了 那能干 于是便毁随着希丽哥来到了郊外 把眼镜哥弄下车之后 希丽哥先让眼镜哥 干了一会儿体力活 把眼镜哥累得是顺脖子流汗 很快就撂条怎么办 希丽哥说这叫俄罗斯轮盘堵 誓死是活全平高大运 那些小萝莉的尸体找到 现在我问你 那些女孩的头在哪里 对于眼镜哥这种死变态来说 招供不招供 反正都得丢了命 所以希丽哥这招根本没有用 就在希丽哥调戏眼镜哥的时候 突然被毛代叔给砸懵逼了 眼镜哥说大叔你可真是急事鱼 要是没有你 我估计就死在这孙子手里了 毛代叔说先上车 有什么话咱回头再说 转场之后 毛代叔带着眼镜哥和希丽哥来到别墅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毛代叔和希丽哥 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走到一起的 而且这两人都有暴力性价 因此很快就达成了协议 决定利用酷刑撬开眼镜哥的嘴 随后这二位一起来到地下室 毛代叔说咱俩谁先动手 希丽哥说咱抛硬币决定 抛完硬币之后 希丽哥首先掰断了眼镜哥的一个手指头 当轮到毛代叔动手的时候 他突然接到了妈咪的电话 趁着毛代叔上楼接电话 眼镜哥开始给希丽哥洗脑 说这毛代叔已经疯了 是非黑白根本分不清了 我也是一个女孩的父亲 怎么可能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 而且现在是一法治的社会 你这么诸咒文学可不对 毛代叔接完电话之后 就来到地下室动起了手 希丽哥一看毛代叔残忍的手段 他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他们警察平时用的那些招 跟毛代叔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流氓遇见黑社会 根本不在一个段 不过这眼镜哥的骨头也确实挺硬的 不管怎么言行考打就是不招呼 当毛代叔正打算继续收拾眼镜哥的时候 被希丽哥给拦住了 毛代叔一看希丽哥脸上的表情 马上就明白这脑残被眼镜哥给忽悠了 于是突然来了一招老汉摔摔 直接就把希丽哥给送风圈了 接下来是休闲的时间 毛代叔在做了一个 餐有镇静剂的蛋糕之后 又把眼镜哥虐了个一溜够 到了傍晚 毛代叔的爹地王大白突然不请自来 并且很快发现了地下室的秘密 趁着毛代叔跟王代白聊天的时候 希丽哥说一会儿你就假装招供 然后趁他出去的时候咱俩再逃命 毛代叔把情况跟王代白说了一遍之后 王代白说那孙子之所以没有招供 主要是你心不够狠手不够稳 转场之后爷俩来到了地下室 要说这姜还是老的辣 王代白这喷灯一用了 眼睛根马上就招供了 不过这孙子给的是一假地址 毛代叔按照地址挖了半天呢 累的是满头大汗 他什么也没发现 而这个时候的王代白由于嘴馋 吃完馋友真净器的蛋糕之后 当时就蒙全了 希丽哥趁机打开手炮 撒丫子就窜了 半路上他用酱油哥的手机 给局长王代叔打了电话 王代叔说你老婆可在我这儿 希丽哥的老婆说 咱闺女上完巴雷课就不见了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 希丽哥一听当时就蒙了 自己光顾着破案了 把接孩子这事忘得是一干二净 此时他隐隐地意识到 可能大事无聊 于是他急忙返回了毛代叔的别墅 而这个时候恼羞成怒的毛代叔 正准备把眼睛哥的头也剧掉 等希丽哥赶到的时候 眼睛哥已经叫我翻票 影片的最后给了一镜头 在眼睛哥的密室里 出现了希丽哥女儿的尸体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吧 如今变态满街跑 自己孩子要看好 甭管工作有多忙 也不要把街口找 请不吝点赞 订阅